台中無期羽絨科技因為要擴充產能蓋新廠 那發現新廠基地有53棵羅漢松要移動 那台灣老樹救援協會的理事長 也就是立民營造的董事長吳春山 想要將這些樹移植到雲林台西新建中的廟宇 那我們一起到現場來看看吧 已經有40多年歷史的羽絨科技公司 以生產傳統的車床零件起家 最近羽絨科技在台中港無期的總部要擴廠 董事長劉俊昌發現有53棵一整排的羅漢松必須移除 覺得十分可惜跟捨不得 因此就找上了台灣老樹救援協會的理事長 也就是立民營造的董事長吳春山 決定將這53棵美麗的羅漢松 移植到雲林縣台西鄉海口村的北極店 其實我一直從2015年就開始接住老樹協會 我也知道老樹協會其實在對這個 尤其是老樹或者這些樹木其實 付出蠻大的心力啦 那也感受到這個其實樹是有生命的 當然我要建這個廠的時候 考慮到這些樹的技術 因為如果把它毀掉其實是非常的 應該講說不應該這麼做的 那我想說把它捐給老樹協會 因為要找到它可以種地方其實也要蠻大的 所以我就直接找吳理事長也是立民營造的武董 能夠幫這個忙 簽這個線 台灣老樹救援協會的理事長吳春山說 隨著台灣的經濟發展 在建設跟破壞之間必須取得最佳的平衡 工商業開發也要兼顧到環境保護 這次羽龍科技在擴享的計畫當中 也將53棵羅漢松的移植列為重要的環保建設 可以說是善盡企業責任 為社會做了最好的示範 我們今天特別謝謝羽龍的劉董事長 他願意割愛啦 因為他要興建廠房 那剛好基地上有53棵 非常漂亮的羅漢松跟松樹 都非常漂亮 已經有20多年的樹林 他本身也是我們長期老樹協會的贊助者 台灣老樹協會成立於2015年 我們已經救了將近600棵的老樹 目前羽龍科技在台中港園區的這53棵羅漢松 已經在做移植前的修剪的工作 預計過年前後就能移植到台西鄉 吳春山理事長幽默地說 羅漢松長在靠海的無期 將來又要移植到靠海的台西 沒有適應不良的問題 也算是功德圓滿 記者陳文旭 李嘉金 卓軒兒 台中報導